字幕作词 李宗盛 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TOYS TV 好 刚才走一转 今次来到这个Marvel SHF的角落 看到有部份早前都已经出过 特别是这个云限 例如 咦 喂 老闆 这个不受爱戴的人物 重点是它也不会用这个 Agent来做这个招来 依然是用Captain America来出的 说的是Disney Plus那部剧 Falcon和Winter Soldier的系列 就是被人说像冲天救兵的688 即是刺到一个点 你看到胸口就能看到 因为它的摆位 即设计和橫间位 与我们看电影的Captain 是很不同的 其实坦白说 虽然我觉得机会很小 U.S. Agent会不会出呢 也有可能 就是U.S. Agent的版面 你看到它是多了一个窗袋 是 始终跟CA不同 它是用枪造成更新武器 接着到Falcon 其实我也挺喜欢 今次SHF推出这个系列 无论面相和造型 都跟以前有很大的进步 提升了很多 其实Star Wars 你看到面相这么好 其实应该放进去其他系列 它不是做不到的 它真的有没有心去做的 它是美得很重要的 而且你看到 即使戴上眼罩 也看到眼睛 是 接着下面就是Baki 一洗底后 实力就降了三班 这是非文明规定 即是入魔强三倍 洗白就跌三成 但它这个造型 也不单止跌三成 连造型也不太帅 我觉得 是事实 Anyway 我也是很喜欢Baki 好 接着就有这个 很大进步的Bak Fido 是白色的 是的 冰雪场地的Shoot 没错 这个也出得不错 我觉得 外表也相似 不好意思 可能观众会看到 灯有点斩 因为会场的光线 因为上面也有些光射了 跟我们感光的 white balance 有些冲突 没办法 我们不要太迫 但可以看到 这个Bak Fido 表现挺漂亮 而且衣服都做出来的效果很好 它的纹是做得很漂亮 很奇怪 它这个白色是怎样做的 因为它做出来 好像是全上色的感觉 它本身有一些粒纹 你看上去 它那个感觉 就不会太膠 这个做法是很棒 我想它是 它不是上色的 不是上色 但它做到的感觉 好像是全上色 像上色 或者噴了牙光 现在看一只 好像也不确定 因为它12月就出 似乎又不是手板 但看上去很铮明 你看到腿布的地方 它似乎是一个特货 应该是技术上 但你再看上去 同样也有衣服的纹理 尚气 反而令身 老实说 我觉得这个大货 好像没有官徒那么漂亮 你问我 是合格的 但我觉得 Boss Art 这个样子挺可爱的 对 有点微笑 你问我 其实我觉得它出得不差 因为它有两个头 都算似的 两个头的分别在哪里 好似的 笑和没有笑 哪个也是笑 哈哈哈哈 我们不是笑 我们有笑声 我觉得Banda是不错 它会不会入错了 我真的看不出两个头 有什么分别 有的 一个是严肃的样子 一个是慶容的样子 好啊 有深度严肃的样子 还有没有深度严肃的样子 算了 演戏的东西 我们也认识 不过我们看得到挺好 头真的好似真人 不是 头雕是漂亮的 不知为何会场灯光 反而展览品 没有那么漂亮 你看到盒子 用回自然的东西 展览品有些QC的问题 很多物质 食物是很漂亮的 还有记住 暗的是跨压压的 还有一件事 为何不出巨围 也不会的 没出巨围 因为现在全世界 不仅是我们亚洲区 就算外国也认识 整部电影是梁朝偉 揹起了 就算是他们总裁也是 暴征有机会 虽然电影里 梁朝偉的角色死了 但其实他没有完全被你看到 他死了 即是吸了灵魂 我相信 我看很多所谓的消息 都像是农场新闻 看下去 我们希望会有机会 在Marvel世界面见到梁朝偉 还有一部Captain Man 或者我相信跳一跳 不要拍中间 好 都已经出现了 就是reboot的 即是reboot的东西 质素高很多 是的 这是和整个制作过程有关 因为譬如一部电影 现在我们上映 例如像上映 之前已经给了一些 资金神社 然后就改到九彩 是的 但是上映的时候又改 还有我们之前都说过 甚至是hot toys 不是那只蜘蛛盒 那只爪是蓝色红色的 是 他们都出货了 完成了 原来电影才改金色爪 即是改金色爪 很多时候就是 他们为了趕电影上映的期 就做了出来 我不敢说是流肥一点 但是你如果以现在的技术 做起来就不像高了一班 是 大家留意的是头雕 不要介意 鞋之宝那些那么强劲 你没理由Bandau不努力追 它这个转取效果挺搞笑 但是不错 我觉得挺好 至少你不会说除感光 如果没有记错 国内一个很出名的app 那个媒体 不是媒体 那个购物平台 已经有很多不同的 所谓山寨版 其实已经出过转取 还要出了 譬如现在你看到 指着三点 四个钟位都有 然后八角都有 已经有很多种玩法 好了 我们看看未出的产品 后面那两只 亦都是同一套电影的人物 今次就出了 今个月都会见到 两个人类角色 不知为何 我觉得Hook Guys 有一种鞋之宝的味道 但我又不会说 有没有鞋之宝味道 我觉得头都真的出得不错 漂亮的 是的 像很多 但它的黑超是啤死的 我猜它应该有得换头 应该有得换头 我猜 但这个头是有超 是有超赢 但武器可以再仔细一点点 另外旁边的Black Widow 虽然头雕也没有说是上阴影 看上去也是比较 但那个轮廓明显是似了很多 是 轮廓和神情都挺漂亮 这次可以发型差一点 是的 它有些飘逸的感觉 我思而它可能不止一个发型 希望 希望 我觉得因为这样要遵回可动 它才能移动到脚 那倒是 如果用原本的发型 是 你真是顶着肩膀 不能移动 等于雷神一样 你看到现在 前面看没什么 我们在旁边看 它后面起了一块 是的 挺个人的 有一两层 接着 Iainman 已经出过了 是的 稍微移动到中间 两个主角 这个已经出过了 是 这三个我真是第一次见 这个真的 是刚刚推出的 就是永恒族 Eternals 我自己挺喜欢这个女角 如果没有记错 Gamma Chan 如果没有记错 中文叫什么 我没有记错 我没有记错 我记错 他比较冰冷 没有什么标情 所以就不太看到 他有什么演技 后来看到 他在《Captain Marvel》 也有早个角色 但有少少反派 还没有看到 他有什么特色的演出 但似乎他在上位 是 陈静 如果你有印象 在变形金刚 一套电影版 有一幕 有个女魔头 来到地球 然后《Openman》 要消灭她 最后 有一个女人 穿着衣服 在山河走 那就是她 即是她和Unicon有关系 不过说真的 看头雕不算好似 不过是很漂亮 因为这个 虽然就来出 也是今个月出 但这个也是试版 全部都是反白眼 補充一句 因为光线比较壮 这个演员的样子 就是这样的 这个真的漂亮很多 陈静 不是很多 公仔比演员更漂亮 不是吧 可能我站得软一点 那件衣服是亮亮的 不知是否因为 用银色边来做分赢 是很漂亮的 每一个角色有不同的特殊能力 上面那个叫Kingle 是一个伊朗籍的演员 我没记错 但这个头雕里面 做到她大小眼 是角色需要 不知 我想是试版 我想她应该有两块面 一个是有眼珠 一个是没有眼珠 我想她用神力时 就会没有眼珠 我猜 但是她大小眼 重点是 这个人其实很搞笑 因为她特地为了出去练大 她练大之后 面型就变了 因为她有部分瘦 有部分增肌 对 她的样子变了很多 有些人说 是否打得不知什么浸 因为她要短时间练多肌肉 可能有些药物帮助 可能在她身上 更加显然 明显有些副作用 接着就算是主角 这个是主角 这个是主角 整件衣服都是用光摘处理 对 我觉得一般 有些奇怪 可能只要看一部电影才明白 看附近 她们的衣服都不是很明显 不知道 而且这里是强光 所以很难做 这三个你放在一起 令我想起战队 因为像上戏或其他角色 衣服都有做纹理 很亮的 有些轻量的摺纹 例如你看上戏的 他的腹脚 甚至Bucky 也有些像衣服的纹理的摺纹 轻轻的 但不知为何Eternals 这个系列全部做到 拉打或者套材纹 贴身款 这裤子是滑滑滑的 所以我想是因为这个情况 令我更加觉得它亮身 因为一些摺纹都没有 但在电影中 如何表现 我不太肯定 轻轻我觉得像衣服 多过像妆甲 所以我有些奇怪 看完电影才算 大家都知道 这部电影是一个华裔导演 之前拍一些非常文艺的小本制作 小品戏 今次拍到这么大的 也有好奇 虽然有没有Morvel疲劳 是有少少的 但这部电影我也是很好奇 抱着一个好奇的心态 就是纯粹为了看这个导演 如何处理这个故事 也不奇怪 就好像刚刚《毒魔》第二集 都是用一个小品的方式去做出来 我自己被人罵得七彩 当然了 咸鱼百菜各有所好 但回到各有所好 即是我们看的美猛系列的作品 又有一个新的series出现 大家看图都看得不少 我自己觉得 今次拌了很多入猛元素 今次这个新的series 铁魂系列 Tack on Arrangers 基本上故事都是围绕回当时的英雄 丧失了他们的持有能力 怎算呢 世界和平总是要维持的 当然由我们的天才 Tony Stark 和每一个角色Taylor Make 一套装甲服 其实很多年前漫画都有这个剧情 例如Ein Spider 是其中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其他角色都有的 而这个造型都不是空越来风的 在刚刚2021年8月11日出了漫画 是的 还要是Marvel授权的正式漫画 你看到现在Tamashi他们出的组织 就有三个角色出现了 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Iron Man 另外有Captain America 再加上Ruverine 都是铁甲版 所以面孔都没有了 都是那句整天说 看Utelamang清水荣一 这么像Iron Man 放心 全部都是清水荣一设计的 所以为何我说 混合了日漫的气息 就是这样 除了三个主力角色 本身黑炮 Captain Marvel 一些最出名的角色 都会被清水荣一老师装甲化 即是会有女角 所以你存好钱 是有兴趣的 这个现在的素材系列 未有很多资料 究竟会否是全交 会否有合金成分 因为我自己也有期待 做到铁云 会否真的有合金 我相信关节如何都要下 这个价钱也不便宜 我担心的只是QC 你看看本身 这个Iron Man Armour 它那个着色 複杂程度 真的不能说 我们只是说红色 你看它的胸口 然后和腹肌 都已经很明显是两个红色 而且金属色一花少少 很明显 金色也有两个色 实际上 有一种比较深入金的 香檳金和淺金 就像黄金胜衣 橙橙金的感觉 而且你看到 整个机械感很强 不单只是它的纹理 手的炮 是炮 没有看错 最重要的是 背脊的外置装备组件 只有Tony Stark 这个有 应该是推进器 什么都是 肥肥炮 真的 好 今次我们应该都介绍 8899 12月便会出的 记得 如果大家有兴趣 来数货也好 参观也好 看看本身Bandau 有什么新的project 都好 记得过来朗豪坊 四楼 Bandau Nation 整个booth等着你 上戏都等着你 拜拜